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志诚黄主任 每位评审手中呢 有三个乒乓球 代表三分 接下来呢 请他们将手中的乒乓球投入到两位创作者前面的箱子中 乒乓球较多多为胜出 有请陈校长 陈校长给了沈教授一分 给了何忠文两分 接下来我们有请黄主任 武功 你一定要赢 王主任恰巧相反 所以呢 现在沈教授和何忠文先生呢 各自为三分 另外呢 还有三位没有到场的评审呢 也已经到场了 我们热烈欢迎黎江三友 小杨 去找一部车 我要回鱼子去 好伟哥 你出去就可以了 李山啊 早就准备好车在外面等你了 这是今天第一个满分 林江三友中的陈先生将他的三分都给了何忠文 好优优独播剧场 蓝先生给了沈教授两分 给了何忠文一分 所以现在沈教授有五分 而何忠文先生呢 却有七分了 下面我们有请梅先生上场 好优优独播剧场 虎哥 你一定要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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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优优独播剧场 何忠文的作品 独具风格 才华横溢 加以十日 必成大旗 至于沈教授的作品 我今天必须要说的是 沈教授的作品 虽然成熟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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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因此而产生出 艺术的永恒价值 这种价值是我们这些 所有的艺术工作者 所终身追求的 沈教授 过去 多有得罪 见谅了 虎哥 我爱你 我爱你 最后的笔分出来了 沈教授八分 何忠文七分 沈教授获胜 林经理 我要告诉你 艺术是不能被收买的 林龙 我回来了 仲文 仲文 我知道你很失望 但是我很为你感到骄傲 有什么好骄傲的 你要想安慰我 麻烦你找一些像样的说法 好吗 沈叔叔是国际级的艺术家 你跟他相比只差了一分 这代表你的水平也是很高的 而且那位梅沈沈也说了 你的作品 风格独具 财气纵横 假饮食 避尘大气 那些客套话你也信 他们真正意思是 像我这块材料 花再多时间也成不了气候 无论花多少时间 我都会陪着你 你陪着我做什么 给我做宵夜 还是陪着我做那些给游客的纪念品 拜托 你是鱼子乐园的总监 你哪有时间管我 做不到的承诺 就不要乱说 仲文 我知道我最近很忙 但是等一切都上轨 那就以后再说 你现在让我静一静 好吗 许文 你走啊 走啊 走啊 你为什么还 你怎么还跟小孩子一样的发脾气 难怪你会输 你到底在搞什么 你不是说我一定能赢吗 有人不被收买 你说我能有什么办法 不过在我看来 你已经赢了 你不要像雨柔一样 说那些什么你令我骄傲的废话 我从来不说那些虚无缥缈的话 不过经过这次比赛以后呢 你绝对证明你有实力和水木光一比高低 换句话说呢 他能和你比赛 其实是拉抬了你的地位 输都输了 还抬什么地位 一个大学生能和一个小学生比赛 除非这小学生是天才 你懂吗 我猜呢 这就是大国王为什么让你和沈默光比赛的原因 他想提示你在雨姿的地位 但是呢 他一定要让沈默光赢 一方面能保住他的面子 另一方面也能让你得到磨练 他对我的磨练还不够啊 大伯要用一个人 不是说用就用 就这么简单 尤其是 他现在把整个园局都交给了雨柔 他一定要做好最完善的人事布局 那接下来 我该怎么办 等着看吧 他老人家在书屋里待久了 也该出来讲讲话了 到时候 他一定会给你一个新的工作 来提升你在雨姿的地位 真的 你有这么大把握 万一他继续打压我怎么办 那就要看 你到底做了什么 让他始终打压你 我什么也没做 周文 这园里园外一切的事情 都逃不过他老人家的眼睛 如果你真做了 怎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勸你还是小心点 我说了我什么也没做 再说了 一个足不出户的老头子 很有多厉害 不过这次比赛 有些问题我也想不到 不过我想 这些问题最终还是出在你身上 刚才你在哪里 我好像听到你喊我 你听到什么了 说不上来 一种感觉吧 好像你在替我加油 我心里面就有一股力量 很有自信 我就知道最后的结果 一定是我赢 看来我对你真的有帮助 当然了 我离婚以后 就一直一个人过 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创作 放在学生的身上 大概是这个缘故吧 所以我一直不懂得 怎么去接受别人对我的好 我也不懂得 怎么去对别人好 怎么会呢 你对人印象都很好 不是对人好 是做一个好老师吧 很糟糕的是 面对一个爱我的人物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他好 不会 你对我很好 连阿姨都说你对我好 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 为自己的太太烫衣服 而且你还会煮混沌给我去 可是 我不知道你心里面 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你愿意告诉我 走 我们到里面去看一看好不好 知道这里走哪边吗 不知道 莫莉 告诉我 结婚以后我们活得开心吗 开心 当然开心了 为什么要这样呢 自从那天晚上你跟中文出去以后 我老觉得你好像有兴趣 没事 我只是在为比赛的事情担心 现在你赢了 我就放心了 真的没事 你赢了中文 就什么事都没了 赢了就好 其实 书温营真的没什么关系 是没关系 从这里的就好 林光 你敢不敢一个人走这里 有什么不敢 好啊 你走那边我走这边 我们两个人出去碰面好不好 好啊 谁怕谁 你自己小心 快点 来 神光是不是很高兴了我 如果他知道我们俩的事 他还会要你吗 对于沈大小说来讲 他的老夫和救生人纠缠不清 是多丢脸的事 我已经想好了 我会离开她的 你要离开她 还是要躲着我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会让你离开她 光丽 你在哪儿啊 光丽 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们俩的事 原来你已经出来了 你真慢 我哪儿慢呢 我早出来 我又进去找你了 我想去当秋千 你陪我 好啊 欢迎你回来 尝尝我煮的咖啡 谢谢 你不加糖和奶精啊 就喝黑的吧 这样挺方便的 你这位西街独逼道这么厉害 还会怕咸家糖跟奶精麻烦 西街独背刀已经不是最厉害的了 我让你看一看我最近练成的新功夫 看着 真的比我两只手还快哦 泡咖啡没问题 不过呢 我告诉你哦 我的咖啡啊 是专门用来对付二十五岁以下女孩子用的 为什么是二十五岁 你有年龄骑士啊 那要问你们自己啊 为什么女孩子在二十五岁以后不保养的话 就开始衰老了呢 去你的呀 你找我呀 对啊 对啊 后卫他可以回来上班了 所以你带你的业务可以转回给他了 还有 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银行贷款展期的事吧 告诉你呀 通常呢 我都是先看冰箱里呀 有什么肉就放什么肉 一点也不讲究我 好不有一次吧 我把剩下的鸡肉啊 猪肉啊 还有一条小梨 全都混在里面 沈教授吃了也一样高兴 安姨 我来试试吧 拌起来 沈教授来了 留心手艺好不好 什么心都好吃 那就好 那就好啊 我先去做你别的事 好 你说的能吃出谁的肉 还能吃鸡肉里面有什么吗 里面有白菜 葱 姜 酒 盐 白胡椒 黑胡椒 好像还有香菜 这么多 你都要吃出来 我不是都能吃出来 我包馄饨的时候 差不多这些都换了 那你可要给我写张纸条 我怕我会包 我忘了就忘了就记 我会包啊 怎么能 你到八十岁的时候 还是你在包馄饨吧 那当那时候 我是教你也来得及 好 那你到八十岁的时候 可别忘了 我包馄 我就会忘了 是你给亲大人 你一定要陪我过到八十 你真的 想让我陪你过到八十吗 当然 可是你看 我不会做家务 也不喜欢洗澡 又不会套衣服 那就别做家势了 做你喜欢做吃 可是 可是 我还会做错事 做错事 没关系 不管做错什么事 必须是什么汪汉 眼泪都掉得下来起来 我说的话有那么难呢 你看我连这么简单的时间 更做不好 哪有什么怪事 待会儿是发了眼就下来 可是眼已经加过了 那 你就把汤弄干一点 记住 没有什么事情是继续不了的 懂吗 早 早 早 大伯早 爸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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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 请问 修学旅馆的艺术品做得怎么样了 进度赶得上吗 没问题 请问 这次比赛输了以后 有什么想法呀 我发现 我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 你想不想听听我对你的意见呢 能有爸的指导 是我的荣幸 坐吧 中文啊 你现在和以前是很不一样的 换做以前的中文 哪还听得了别人的意见呢 爸 中文这一阵子确实是改变了不少 也很努力 的确改变了不少啊 中文 你的个性变了 你的作品也变了 爸 我不懂您的意思 对于这次 你和沐光的作品的比赛 我的看法 和李江三有梅先生的一样 我也认为 你该输 爸 中文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缺点了 你先别插嘴 今天我找你们来 就是想说说中文的缺点 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缺点 李龙安 你也好好地听着 对你也会有帮助的 好 一个艺术创作 总会反映出一个创作者的个性和本质 梅先生对你作品的看法是 风格独具 才华纵横 那是表面 我对你的看法是 你对名利的渴望 却看不到 对艺术创作的热情 简单地说 你就是 心不正 意不成 爸 我这么努力做这个作品 您却说我 心不正意不成 再说 我想成功 我想赢 这有什么的错啊 正文 你先听爸说 爸是为你好 爸 正文只是心急 你一定在意 正文 在我看来 你雕塑的不是一件作品 你是雕塑你的成功 你的名声 以及你的欲望 所以 你的作品 或许 会让人眼睛一亮 但是 它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感动 像你这样的作品 我是不会把它放在这儿的 大伯 正文还年轻 难免比较在意输赢 但是他渴望成功 不是件坏事 渴望成功 并不是件坏事啊 但是手段和方法 必须是对的 正文 你还记得 我在机场跟你说的话吗 我是不是说过 我希望你傻一点 现在看看 你根本不懂 我说这句话的意思 我当然知道 你就是瞧不起我 看我不顺眼 不断地打压我 我再怎么努力 你也不会把我放在眼里 如果你始终把别人的批评 当作恶意的指责 不能敞开胸怀去接受它 那你永远也成不了大器 年轻人希望成功 不是坏事 但是手段和方法 必须是对的 你好好想想想想想想你自己最近的作为 爸 中文他一定会好好反省的 只要您愿意给他机会 他会努力的 等中文做完了修学旅馆的艺术品之后 把它调理创作法 至于新的个植物 你跟玲瓏再商量一下 爸 您的意思是 不要我做雕刻了 你要不要做雕刻 和你是不是在创作坊 并没有关系 爸 我认为应该由中文继续带领创作坊 行不正义不成 只会带坏别人的作品 宇柔 现在的中文 是成不了一个雕刻家的 能不能成为雕刻家 有我自己决定 不是你 正文 爸 您为什么要这样呢 女儿 有些事 你不需要知道 喂 喂 好 银行的人突然来了 怎么说来就来 恐怕来者不散 赵总 李经理王科长 怎么突然来了呢 是不是要给我们一个惊喜啊 林总监 别误会 是李经理跟王科长前几天来参观过 所以呢 说你们这儿现在建设的很好了 大大的赞赏了一番 我呢 忍不住 所以今天也来看看 参观一下嘛 怎么不早说呢 我可以帮你们安排一位特别的导游啊 不用不用了 李总监 我们就是想做一个普通的游客 所以才自己买票进来了 哎呀 这怎么好意思呢 不然的话 到我们餐厅用个餐吧 最近我们请了个新的厨师 手艺一流啊 不麻烦了 李总监 我们今天来 纯粹是参观 不谈公事 你呢 也不用陪我们了 改天我们专程拜访 不是还要谈展期的事儿 咱们那边逛逛去 既然这样子 还是让我的秘书陪你们一起吧 李总监 林经理 改天再约 经理请 他们家忽然跑来 恐怕真的像爸说的一样 来者不善 别担心 冰来降当 水来吐淹 我们一起找浩威商量的对策吧 小杨 你放着店里的生意不管 你跑进来喝酒 哎呀 郑文心情不好嘛 所以啊 陪他喝一杯 浩威哥 我亲爱浩威哥 来来来 陪我喝两杯 周文 你干什么又喝了这么醉啊 我苦啊 我心里苦啊 你知道吗 没有一个人看得起我 就连雨刘他爸爸 他都处处打压我 我是他女婿啊 哎 你说 他为什么老是看不起我 啊 怎么 我来 去吧 我来 我来 去吧 我去吧 我自己来 怎么办呀 我把这个衣服 烫出好多印子来 温度调太高了才会这样 我是怕烫平 所以才把温度调高的 可是没想到 怎么了 还有点鬼心 我要吃什么东西 没事 你点声一点发白了 不然明天去看看医生 不用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去帮我倒点热水吧 别烫了 我自己来 周文 你实在是太可悲了 到现在你还不愿意 接受这个事实 你 我可悲 我告诉你 可悲的是什么光 不是我 你知道吗 莫莉还爱着我 她一直都爱着我 她如果不爱着我 她那天 怎么会来安慰我 又怎么会来 陪我去山洞 她还给我发生关系 哈哈哈哈 我没了你 不用 妳扶我 來 走 朱文 浩威 快進來 謝謝你 浩威 你剛剛找我朱文的 怎麼了 妳幹嘛一起看著我 總問他 他心情不好 和我爸有點誤會 你辛苦了 我先走了 我送你 謝謝你 浩威 對不起 浩威 妳們怎麼樣 雲若 真問他 他對不起你 浩威 你不要這樣 快放手 對不起 對不起 一直以來 都說我對不起你 我看到了 朱文 你別誤會 我 我看到妳 妳跟沈穆光 一起欺負我 一起嘲笑我 朱文來不扶你進去嗎 我不用妳扶 我要讓莫莉扶 我 你醉了 我是醉了 要不 我怎麼會回來 雲若 雲若 你為什麼要跟我結婚 你明知道我不愛妳 我愛的是莫莉 都是莫莉 她不喜歡我 雲若 對不起 雲若 我不愛妳 妳不要對我這麼好 我知道 我知道妳愛莫莉 不 莫莉 她不是我的 她是神無光的 所以 我要喜歡妳 她 可是 妳為什麼不幫我啊 妳不是說妳喜歡我嗎 啊 我是愛妳 我會幫妳的 鄭文 我愛妳 我會幫妳的 妳騙我 妳和妳吧 妳們都在騙我 就是妳害了我 妳覺得我不愛妳 所以 妳就害我 妳害我 妳害我 輸給她什麼光 妳害我 害我得不到莫莉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她在騙我 妳說啊 別說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就是妳在騙我 為什麼 妳害我 妳害我 我和莫莉 住在這兒 是妳 讓我做 做神無光的學生 有什麼 是妳讓神無光 把玫瑞全都擋的 對不對 對不對妳說啊 妳弄到我 妳放手 為什麼喜歡我 妳為什麼喜歡我 又要騙我 又要害我 為什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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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忘记啊 雨柔 早 早 謝謝 謝謝 莫莉 你最近有和正文聊天嗎 沒有 你怎麼都和正文啊 我們是朋友 有些話我就直說了 你說 仲偉對你還是有感情的 所以我希望 你能夠盡量躲著他 我不是懷疑你 我知道你是愛沈叔叔的 我是怕 怕仲偉會影響到你 我也怕 會影響到我和正文的婚姻 對不起莫莉 我知道我不應該這樣 是我太自私了 可是我沒有別的辦法 這些話我只能夠對你說 所以我也只有請你幫我 我希望你 這文的比賽輸了之後 她的情緒比以前更糟糕 人在這個時候感情是最脆弱的 她一定會找你訴苦 我沒有別的辦法 只有請你聽到避著她躲著她 你能夠幫我嗎 誰啊 是我 吵什麼吵 最近你和雨柔在闹什么 她是全世界最好的太太 我能闹什么 你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 让大伯一定要把你调离开创作坊 你是不是欺负雨柔让她知道了 我没有欺负 仲伟 我之前不是说过吗 这场比赛虽然你输了 可是如果大伯因此器重你的话 就代表这场比赛是对你的磨练 可你现在连创作坊都待不下去了 你这就表示什么 表示什么 表示他看清我没有才法 表示他讨厌我 表示他叫赶走我 大伯不是这种人 他当初答应你和雨柔结婚 他现在就不会这么做 你说 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我打了雨柔行了 就因为我打了他 所以他要跟我走 我告诉你吧 大伯说 要把你调到陈浩威的部门 至于做什么呢 由陈浩威决定 看来他还是欣赏陈浩威 根据我们这几天的观察 每天大概只有两三个团的游客 我不知道你们何时才能达到获利的目标 我们的报告中已经很清楚的说明了 难道赵总还没看吗 那只是漂亮的文字计划 不过我最近收到了一份简报数据 里面提到鱼资乐园跟市政府之间的抄袭纠纷 艺术总监 以前的调窃事件 还有你们跟休闲旅馆 承包商过去发生过财户纠纷 林总监 单就这份资料 银行就很难安心地配合你们提出的要求 你说的是和我们提出的项目没有关系 生意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当然明白 但现在的重点是如何解决目前的问题 是和我们提出的项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 难道 我怀孕了 先去休息一下吧 我们下午开会 先上班吧 你说 是不是你在搞鬼 浩伟 你在说什么 是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 那些银行团的人上个礼拜就来过了 你都跟他们见过面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我告诉你 我有朋友 就在他们住的酒店里面上班 我是去找他们 我为了讨好他们 巴结他们 那时候雨柔在忙 重文和沈教书的比赛 我怕她担心啊 那你说 本来他们谈的是爱款斩棄的信息 现在为什么变成了信息还款呢 雨柔 你需要相信她还是相信我 你需要相信她还是相信我 就刻千言万语吧 这千言万语怎么刻啊 这是我的作品 为什么没有我的名字 沈教授八分 河众文七分 沈教授获胜 既然我要的都得不到 我为什么还要继续下去 我再也不会梦想 做什么雕刻家了 你们大家看看 我河众文 至少不做雕刻 也一定会得到我想要的 你要和我谈什么 我不知道我跟玲瓏比起来 你比较相信谁 我会相信你 相信我 是吗 玲瓏就像你姐姐一样 你怎么会不相信她呢 刚才你们两个有争执的时候 我没有立刻下结论 就是因为我想听听你的说法 原来你还是要听过我的说法之后 才决定要不要相信我所说的话 不是这样的 不是吗 我在听过你的说法之后 就更可以确定 龙姐说的话是骗我的 浩伟 你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如果我真的那么没有用 什么事情都被蒙在鼓里 我爸会把鱼子乐园招给我吗 很多事情 我爸和我只是希望能够给人一个机会 你想想 要不是我爸给你机会 你还会待在鱼子乐园吗 那玲瓏呢 那玲瓏呢 龙姐的事 我爸比我看得更清楚 可是还不愿意说出来 而我总也希望他能够慢慢地改变 我不想我爸失望 更不想他伤心难过 所以不管等一下你要跟我说什么 你说的事情都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你懂吗 玲瓏 是你吗 进来吧 大伯 我有事要向你汇报 是我和陈昊威的事情 正文是你兄弟 你为什么要害他 还有 龙姐冒充我 让市政府把正文除名 没有什么好处 其实他的目的就是想让沈教授呆不下去 这样子就没有人再帮得了你 你们叫做差点害死正文 浩威 你难道当初没有想到事情的严重性 我真的没有想到正文的反应会这么激烈 所以后来我也是疲人命地想找到正文呢 结果你还是跟龙姐勾结在一起 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情的 你怎么会让我留下来呢 有一段时间了 我爸也特别提醒过我 很多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的 那你为什么还让我留下来呢 甚至你还这么地信任我呢 我看得出来龙姐喜欢你 而我 也希望你不是在骗我 后来我甚至认为 你是在帮我 难道不是吗 我其实是在帮我自己 因为我知道 我只要透过你 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 既然这样 我就可以跟林龙 不必再继续合作下去 我不相信 你明明这处在帮着我 没有 我是在利用你 就是因为这样 我才会跟林龙 请个争执 也才会一块发生车祸 不 不是这样的 连我爸都说 我可以相信你 浩维 看着我 我要你看着我 跟我说实话 不要骗我 我是真的在利用你 你骗人 你如果在利用我 为什么发生车祸之后又要离开 又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回来 因为我已经是个残废了 如果我不靠你 我又能怎么办呢 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野心了 我要的只是一份工作 你懂吗 我知道 你没有跟我说实话 不过没有关系 对当你想跟我说实话的时候 再来找我 现在 你先跟我回去见我爸 有些事情得让我知道 爸 东姐 你 林龙 你起来吧 把你刚才跟我说的事 再说一遍 浩维 你也仔细听着 爸 浩维刚才跟我说了 他和林龙之间的事情 你先别察罪 严重 我知道我犯了大错 可是 先请您听我解释好 该解释的 我刚才都解释过了 那么打电话给市政府 让众文除名的事 原主也知道了吗 你刚才这件事没有说 确实你不说 我也猜得出来 这么重要的事你都没说 你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龙姐 刚刚浩维已经把你们之间的事都告诉我了 那他有告诉你我和他的关系了吗 浩维你有没有把我们俩在旅馆里面如何约会 我是如何爱你 而你有如何把我一脚踢开的事情 都告诉过于柔 我们的事并不重要 怎么不重要 如果不是因为我爱你 我会被你煽动做出这么多对不起于柔的事情吗 包括冒用于柔的名字 让市政府出掉重文的名字 宇柔 我对不起你 龙姐 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和爸 为什么证文明除名的事情你刚刚不说呢 因为 因为我怕说出来之后 你就再也不认我这个堂姐了 宇柔 不管我做了多少错事 我都不想伤害到 我们俩的感情 可是 我实在是太爱浩维了 所以我才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们一定要原谅我 因为那些都是浩维逼我的 宇柔 你可真用求话 你说 我陈浩维到底有什么事情逼你做 大伯 我已经把一切事情都向你坦白了 就算你现在把我赶出这里 我就心甘情愿 我只是希望 你不要把银行贷款的事情交给陈浩维处理 他早就在等着这个机会了 你银行贷款的事 居然让你们把所有的事都掀出来了 真让我出乎意料之外 爸 浩维刚刚跟我说过一些事 我想你应该要知道 大伯 你不要相信陈浩维说的 宇柔 不管浩维跟你说了些什么 如果他连我和他的关系都没告诉过你的话 那他的话 还有什么可信呢 相不相信我想爸可以判断 好了 你们不要说了 大伯 你一定要相信我说的 陈浩维已经骗了我的感情 他还想骗宇柔的 您知道吗 他甚至想破坏中文和宇柔的感情 我是为了制止他和他发生争吵 所以才发生那起车祸的 我本来以为他不会再回来 可是没想到他又会回来 而且他还想继续赢得宇柔的同情 大伯 你一定要相信我 林老婆 龙姐 你要干什么 林老婆 你这是干什么 大伯 我说到每一句都是真的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 我就致命你 林老婆 你 你 老婆 你怎么给薛医生 走 薛医生 什么事 我能不能跟您回去 让您帮我做个检查 你哪里不舒服啊 去了您那再说好吗 好吧 没想到你会先去找园主了 宇柔没有立刻相信我 所以我想他再也不会相信我了 应该我得先发制人 这样一来 大伯可以不相信我 但是他也未必相信你说的一切 远主不相信我没有关系 我不会有什么损失的 大不了就是离开这里 原本不属于我手上的东西 没得到我也无所谓 没得到我也无所谓 倒是你 如果原主不信任你的话 原本在你手上的东西 可能是会被他收回去的 这不需要你操心 我很清楚我将来会得到什么 我总觉得你还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 当我知道 你跟银行团的人先见过面之后 我还以为就是这件事情 但现在听你这么说 你似乎还留了一手啊 是啊 你手上没有底牌了 你就向宇柔坦白一切 把我也抖了出来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保命了吗 哼 很可惜 即使你这么做了 你也不知道我手上的底牌 不过我还真没想到 你会向宇柔说出那么多 照我看来 她现在应该还不知道 当初中文是如何被我们怂恿的 和她结婚吧 她要是知道的话 她还会相信你说的一切了吗 陈浩威 做你的白日梦去吧 爱你的宇柔去吧 我就不相信 她还会爱你 她要知道真相了 只怕会恨你一辈子 浩威 你说我该什么时候打了这张牌呢 再见 陈浩威 我一定要让你后悔一辈子 医生 你真的确定 我是真的怀孕了吗 有没有可能弄错啊 我还是喜欢站在高处 上面的风景真的很美 你找我有事吗 我还记得小时候 我们被人欺负了 就爬到山顶 一起朝下吐口水 你跟我们说 这样就能吐到坏人的身上 我和小杨拼命地吐 也只有这样 才感觉报了仇 当时我们受很多人的欺负 你刚才从下边经过的时候 我也向你吐了口水 是不是李龙又跟你说了些什么 他跟我说了 我被除名那件事 这件事 中文 这件事 确实是我的不对 但当时我是 真的不想伤害你 我更没有想到你会发生意外 所以 事情都过去了 我只觉得很奇怪 你为什么现在把它弄出来 因为我不想令你伤害余子 那我就更奇怪了 你跟他不是一伙的吗 怎么 你们翻脸了 中文 不管林东在跟你说什么 我希望你不要再相信他的话 那我该相信你吗 当然 我当然应该相信你 小时候你多照顾我 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啊 再说 我现在还在你的底下 在我底下 什么意思 我已经离开创作坊 交到你的部门 你不会不知道吧 以后还得代托你多多照顾 至于工作 无所谓 不管你是让我倒垃圾倒茶水 你尽管吩咐 我一切照办 中文 我知道 你很难去接受这样的安排 但只要你好好的表现 我相信袁主一定会给你机会 给我机会 你觉得我还有机会 成为一名雕刻家吗 当然可以了 锁案了吧 陈浩伟 以前我成名的机会 都被你毁了 我还哪敢有什么机会啊 我只拜托你 让我好好在你的底下 不要出卖我 我就很感激你了 中文 中文 那天晚上你喝醉的 你记不记得跟我说了些什么 我说什么了 你跟我说了你跟茉莉的事 是真的吗 我忘了我说什么了 就算是简单 也跟你不乱 你不乱 中文都知道了吗 我一天都没有看到他 不过后会告诉我他都知道了 他现在心里一定很难受 我看还是把他调回双路房 这么一来啊 中文可能就不会再怪沈叔叔了 希望这样的 那你能不能够好好的开导开导他 我不知道爸为什么把他调离创作坊 可是爸先又病了 我也不好问他 语柔 为什么刘姐和小强不让我见大伯 是爸自己不想见你 是你做主的吧 你想趁着大伯身边来整我 你宁愿相信一个外人陈浩威 却不愿相信我 令我 余老在跟语柔说 他不想见你的时候我在找 语柔没有整你 倒是你自己该好好检讨一下 我没什么好检讨 一切都是因为那个陈浩威搞的鬼 难道你们都没看出吗 龙姐 其实爸早就怀疑你了 可是他一直在给你机会 希望你不要越陷越深 余老一直也把你当成自己的女儿看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让他伤心难过的事 如果我做人让他伤心难过的事情 都是因为陈浩威 你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推到陈浩威身上 即便他曾经做错过什么事情 他这些也已经悔改了 陈浩威做的事情 你真的全知道了吗 他真的把一切都告诉你了吗 余柔 我劝你最好别太相信他 他还有好多事情没跟你说 好了 浩威的事情余柔自己会处理 我希望你这几天不要去打搅余老 让他好好休养 另外 银行内面的事情 我也希望你不要再插手 我们都不希望再对你有任何的误会 好 既然你们全都不相信我 那所有的事情 你们自己去处理好了 余柔 我只怕你知道事情的真相的时候 你会承受不住 你会帮助你的技巧 我回去秩序 莫莉呀你在干嘛 莫莉 有事吗 没有 我喊你半天你在干嘛 今天发生好多事 什么事 你知道 当初那个桂林山水贾天下的作品 谁把中文的名字拿掉了 玲珑跟陈昊为一 捡什么捡 以后让刘姐扫一扫 统统扔掉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可给我的千言万语的 那个 扔了 那是我最喜欢的 你怎么可以把它扔了呢 怎么不可以啊 反正我不做雕刻了 再怎么做 也做不出什么成就来 再说 我已经离开创作坊了 干脆放弃 把你调回创作坊 并不是要你放弃雕刻啊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 宇柔我不会那么不要脸的 非得让你爸爸到我跟前说我没有才华 我才放弃吗 你以为我离开创作坊 还有脸再回去拿起刁铁刀吗 你让我受过多少挫折 多少嘲笑 我受够了 在我眼里你从来没有失败过 谢谢 请你不要用你对我的感情来安慰我 那是没有用的 我要的是真正的掌声 是所有人发自内心的称赞 我既然得不到 我不要了 这总可以吧 你这个决定了吗 这有什么不好 最起码 我半夜不用待在创作坊 最起码 我必须睡在这个房间里 我不想你再去帮中文了 园主都已经把他调离创作坊 你有何必夺试呢 就是因为这样 宇柔才希望我多帮帮中文 可是中文有请你帮忙吗 每次都是你和宇柔在替他担心 你们有没有替我想过 我知道 到现在面对中文了 还是有些尴尬 你既然知道 又为什么要让他挡在我们中间 而且前两天宇柔才让我避开中文 现在又要你去帮他 他到底在想什么呀 你说什么 宇柔要你避开中文 为什么 中文又对你做什么了 没有啊 没做什么 没做什么 还是 他已经告诉宇柔 你们那天在山洞里的事 他跟你说什么 他说啊 那天晚上你喝醉了 还要跟他抱怨说我不够疼你 他还说你只是闹小孩脾气 要我多哄你开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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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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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认为是因为玲珑贷款才出了问题 它有那么大影响过 它应该只能做一些技术性的干扰 还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影响银行 是否要贷款给我们 玲珑主要的目的是在打击育员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它还会出手 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得先发自然 不过这个事情先就到什么了 免得他专心 沈叔 明初的先发自然我理由想过 可是你确定 这件事情不要先跟爸商量一下吗 只要我们的出发点也是为玲珑好 他应该会同意的 先让他好好养病 等他完全康复了以后再跟他说明 浩威 那就按照我们的原定计划进行 如果龙姐有任何反弹的话 你先挡住他 你确定让浩威负责吗 需不需要我帮忙 沈叔你放心 我相信浩威 沈教授 之前的事是我不对 我对不起您 也对不起莫莉 请您原谅我吧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从现在开始 我们应该面对余子的未来 面对我们眼前的难关 沈叔 无论如何 我们要赶快提出一份 新的营运计划 来说服银行 还有新的开发计划案 也要一并提出 这件事情需要您的帮忙 而且时间非常紧迫 好 开始吧 莫莉啊 我今天要跟雨柔改一个项目 会晚一点 你别等我了 哎 莫莉 怎么不开灯呢 哎呀 都烧干了哎 莫莉啊 你人坐在这儿没什么的味儿啊 啊 好好为你过汤哎 你看你 馄饨都凉了 还要不要吃了 什么要不要 我不知道 我问你这碗馄饨还要不要吃了 怎么了 脸色怎么这么差啊 感冒了 我该怎么办啊 发生什么事了 我 我怀孕了 真的 这次你搞错了吧 那你该高兴啊 哎 沈教授知道了吗 这个孩子 可能不是目光的 啊 这个爸可不能乱说的 怎么不是沈教授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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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 我们 succes 啊 那东北 decis 也有可能这个孩子 就是沈教授的 我不知道 我跟目光在一起 这么久都没怀孕 怎么会这么巧呢 不可能 阿姨 我不想要这个孩子 我要拿掉他 那怎么可以啊 如果这孩子真的是沈教授的 怎么办 如果这孩子真的是沈教授的 你又把他拿掉了 怎么对得起他呀 可如果是何卓文的 总不能让他养他的孩子一辈子吧 再说了 以后是可以演出来的 我刚就瞒不住 这可怎么办才好 莫莉 小方 小杨 您怎么来了 是中文找我们来的 她说我们大家 已经好久没有在一起聊天了 是啊 想想看 我都多久没看到你和中文了 总不能等到我们小家伙 满周四行吃饭 我们大家才碰面吧 所以啊 我们来吃个早午餐 从早上吃到中午 聊它个过瘾子 对不起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我改天再陪你们吧 莫莉 你怎么了 哪不舒服啊 是啊莫莉 你的脸好白啊 等等 我帮你看看 你会看什么 我看啊 一定是妇女病吧 莫莉 你到底哪不舒服 吃点早餐吧 你看你瘦的 身体会瘦不了的 哎 你走开 莫莉啊 想让小方难得来一次 你就多待一会儿吧 哎 你不是要生小孩吗 可以问问小方的经验啊 你说什么 我说 你应该多吃点早餐 这样营养好 对身体也好 是啊 早餐最重要了 你 走吧 和中文 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你听到没有 这什么意思啊 说是另有任用 暂停职务 职位由你代理的吗 没错 你们打算怎么对付我 没有人要对付你 大家只是希望你趁这个机会 好好地休息一下 等园主好了之后 他会对你另有安排的 我告诉你 你和雨柔别以为这样就可以制止我 林龙 收手吧 你现在要对付的人 全是你最亲的人 没错 他们是我最亲的人 可是他们把我当最亲的人看待了吗 我大不厌厉 永远只有雨柔 可是雨柔算什么 她凭什么跟我抢 你在说什么呀你 雨柔是她的女儿 你跟她有什么好真的呢 陈浩维 你不是一直都猜不透我手中的底牌吗 你很快就会发现她 并且你一定会后悔没帮上我 甚至你还有可能发现 爱雨柔不如爱我来的实际 我们是一个过去的 真的过去了吗 可是我不但不能忘了过去 我而且会把过去给挖出来 到时候看看 谁没有未来 对不起 您不能进去 你给我让 帮你珍负我 她不想见你 我是她身上唯一的亲人 她为什么不见我 大伯 您唯一的亲人是我 我是玲珑 不见我 老爷让您先到客厅等着 他一会儿下来见你 大伯 大伯 坐 刚才 你让小唐和刘姐看笑话了 我闹点笑话没关系 可是我不想您也闹笑话 大伯 我想请问您 在您的眼中 我和雨柔都是一样的吗 你不知道吗 我一直 也把你当做我的女儿啊 您是把我当成您的女儿 可是我总觉得 您看我和看雨柔 就是不一样 您每次看到雨柔的时候 眼睛里面总会发出那种 既高兴 又疼爱的光芒 可是您看到我 有不同吗 您看到我的时候 您的眼睛好像在说 天哪 玲珑来了 她一定又有什么事情 让我心烦了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是您的眼神让我这么想的 我不怪您 因为我觉得 我真的比不上雨柔 可是我即使比不上她 您也不该这么不公平啊 不管怎么说 这地方是我陪着您 花了十年的时间 建设起来的 这样有我十年的青春 有我人生中最美丽的十年 你所付出的一切 我一直是很感激的人 所以我始终把你 摆在一个很重要的位子上 可是不管在您心中 还是在这个地方 我都不如雨柔重要 凭什么我陪着您辛苦 打天下的时候 雨柔可以开心地读书 接受最好的教育 而等她读完书之后 却能把我辛辛苦苦 一点一滴打拼出来的成绩 一顾脑全部接收过去 就因为她是您的女儿吗 灵灵我 你跟了我十年 你是知道的 在人世上 我是向来不看关系的 你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 不因为你是我的侄女 我对雨柔的安排 也不因为她是我的女儿啊 我有哪点不如她 为什么我就不能坐她的位置啊 你今天的表现啊 我能让你坐在雨柔的位置上吗 你心里想的 只是抢位子 你从来没想过 园区的未来 我想抢这个位置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比她更好 还有一点 我想抢这个位置 也是您逼的 我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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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逼你 我逼你 就是你 因为在您的眼中 永远只有雨柔 可是雨柔根本就不是您的女儿 谁说的 是您爸爸妈 爸去世前告诉我的 他说您年轻的时候受火伤 所以雨柔不会是您的女儿 没想到 他还是对你说了这件事 不错 你们都不是我的女儿 但是 你们也都是我的女儿啊 自从我十年前把你带到了身边 你说 我带你和雨柔有差别吗 现在就有差别 雨柔不是您的女儿 可是她却得到了一切 而我呢 难道我就注定一辈子继人理下吗 你是这个家庭的一分子 你没有继人理下 是啊 继人理下的不该是我 应该是雨柔 站住 你说雨柔才是继人理下 你想要干什么 你 你想赶她走吗 雨柔有那么容易被我赶走吗 大伯 您放心 雨柔是您一手栽培的接班人 她应该有能力面对任何的困难 刘姐 快扶姥爷回房间休息 谢谢 爸 您先休息一下 我待会儿去看您 怎么了 是不是李龙又去闹事了 我爸见了她应该是闹得不太愉快 可她又不愿意多说什么 只叫我要多注意龙姐 郝伟 你不让龙姐进办公室 这样做会不会太过分 我一直觉得李龙有事情瞒着我 而这些事情似乎都是用来对付你 与其等她出招 不如先逼着她 打乱她的步骤 免得她处处牵着我们鼻子走 这我知道 可是我们毕竟是一家人 我实在是不想做得太绝 我知道你的顾虑 可是她知不知道 你和袁主对她的用心 哟 你们把我的门锁上了 自己怎么不把门锁上了 两个人大白天的偷偷摸摸的 也不怕别人看见 你在胡说什么你 陈昊威 你别以为雨柔在这儿给你撑腰 你就可以这么嚣张 雨柔 我是来告诉你 最好别太相信陈昊威 别她说什么你就做什么 当初她可是和我一起来对付你的 要不要相信她 我自己会判断 你刚去找爸 又跟她说了些什么 她都没跟你说吗 龙姐 我和爸都很关心你 但是如果你始终要让爸烦心的话 我想怎么样 你已经让我停职了 又不让我进办公室 接下来 你还想把我赶出一次乐园吗 雨柔 我告诉你 是我花了十年的时间 把这儿建设起来的 你别以为你就有特权 可以顺理成章的 把这一切都继承起来 陈昊威 我劝你最好把所有的一切都讲给雨柔听 省得她一无所有的时候 还要为周围的事情伤心难过 你们好好聊吧 我相信后面还有很多精彩的事情 你是不是该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 你是不是该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坏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坏 你和凌龙不就是想要得到这个园区吗 有必要把我和周围的感情都拖下去吗 我当初看见玲珑 去山东周围喜欢你 跟你求婚 虽然我心里头不愿意 但是你想到 你是这么深爱的周围 或许 在你们结婚之后 周围会慢慢地接受你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周围她却一心地 只想去报复神教授 只想让莫莉再回到她的身边 周围真的还是放不下莫莉吗 宇柔 周围是不会放弃莫莉的 她甚至 甚至 我知道 她还是老是去缠着莫莉 你都知道 那你还这么矮的 还这么处处地喂她虾 我真是不懂了 我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为什么那么爱周围 有一次 周围和莫莉 为了去上海的事情吵架 终于她跑来找我诉苦 她说她还想给莫莉幸福 她满意的真诚 固执 和痛苦 可是却又强忍着 不在我的面前掉下一滴眼泪 我就是你要爱上她的 所以无论周围对我怎么样 在我的眼里 她始终是那个 会为了爱情 掉下眼泪的男孩子 我相信总有一天 那个周围 她会回到我的身边的 好美 好美 谢谢你 谢谢你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我 我会怪你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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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我跟你说了 我不做雕刻了 还是你让我住在这里 不用回房间了 你是因为我放弃雕刻 还是因为莫莉 你这话什么意思 其实你很爱雕刻的 你也真的很有天分 可惜的是 在你心里 你一直没有给雕刻 一个正确的定位 以前你认为雕刻 可以让你带莫莉去上海 可是当你发现 莫莉爱的是沈叔叔 而不是你的时候 你又把雕刻 当作是赢过沈叔叔 让莫莉回心转意的手段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反正我不做雕刻了 为了我 你愿意再拿起雕刻刀吗 你愿意为我 再磕一个石头吗 就磕一个 灰心转意好不好 我没这个心 也没这个意 磕什么灰心转意 这是一个机会 你也不愿意吗 什么机会啊 雨柔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 花卫 都跟你说了 当你跟我求婚的那一下呢 其实我知道 你心里头还是有莫莉 但我也觉得 你是有那么一点点爱我的 当初 我也认为我可以爱你 可是我们真正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我才发现 我根本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我那么爱你 处处地迁救你 照顾你 我只是觉得你在委屈自己 难道这就叫爱情吗 而且 我每次看到沈默光和莫莉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痛苦地要命 最残忍的是 你对我的爱 并没有解除这种痛苦 我就想得到莫莉 所以就像浩维说的 你还是在纠缠莫莉 她说我纠缠莫莉 她还说了什么 你对莫莉做了什么吗 我没做什么 中文 如果你真的爱莫莉 就应该让她得到幸福 那沈默光能让她得到幸福吗 你看 你爱我 和我结婚了 我幸福吗 幸福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只要你回心转意 就可以得到幸福 那你的意思是 让我把全部的心思 放在你一个人身上 那莫莉为什么不能回心转意 感动被你回应 我突然间悟人 有事是 我也不能回心转意 没有 没有 都没有 有 莫莉 你在上面干什么 我做了一个噩梦 睡不着了 赶紧下来 别带着上来 你猜我梦到什么了 我梦到我拉着一根绳子 拼命地往前走 可是越拉越出 我回头一看 原来绳子上还绑着你跟住人 可是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 你们两个人都变成一根绳子了 就怕我一口住了 不管什么绳子 我都可以帮你解开 你解不开的 还可以 我赶紧回去 然后我牵着你的手一块睡觉 我就可以进到你的梦里 帮你把绳子解开 真的可以吗 还可以 来 我牵着你的手 梦来 刚才在梦里 你好坏了 让我拉着你拉了半天 是不是很累啊 累了 累得我都走不动了 走不动了 那我帮你回去 我来帮你了 还能打算 你照顾你 我来帮你 再帮你 那我帮你 要帮你 我来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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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丽 接着电话 刷牙 喂 喂 哪一位啊 说话啊 起床了吗 睡得好吗 你要干吗 没事 我知道你怀孕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放心 我一定会陪在你身边 沈老师那里 我会给他说的 你的电话好吗 是小棠 他问我下午用不用车 你要出去吧 今天不用上班 我请假了 我想跟阿姨出去买点东西 好 我们接电话 不要 不要挂我眼光 别害怕 其实我找的是沈老师 你把电话交给他 武功 好吗 正文找你 来 来 中文 挂了 还没说什么事 没有 你怎么样 再睡一会儿 还是陪我吃早餐 不了 你还是自己去吃吧 好了 吴光 你答应过我的 以后不要再管中文的事了 我知道 喂 小鹏 林总找了很多主管一起开会 各位都知道我被停职了 而袁祖最近也生病了 我今天把你们叫到这儿 是想告诉你们 这一切并不是你们所看到的那么简单 林总监和陈浩威严守保持一切 连沈教授都被他骗了 林总监 我们都是你一手带船 有什么事人的尽管吩咐 我们一定会执行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林总监不是袁祖的亲生女儿 真的吗 她的行为已经证明这件事情是真的 难道你倒都没看出来吗 我就是因为知道这件事情 而我对余子乐园的发展又有着不同的看法 所以才会被停职 然后呢 他就与袁祖生病为借口 不让我接近袁祖 接着又让陈浩威接受我的职务 我猜想他很有可能进行一次大的原事调整 混连我们有关吗 你们都是我和袁祖长期以来栽培的主管 我小林总监为了巩固他的权力 他一定会让陈浩威调整你们的职务 甚至把你们给开除了 那凭什么 凭他和林总监的关系 有些事情我实在不愿意说 其实陈浩威早在外商公司的时候 他就想尽一切办法接近林总监 而现在他们已经勾搭在一起了 李柔 你是不是应该先跟你爸爸谈一谈 证实一下这件事情 从之前林龙跟我讲过的话来看 我猜这一定是真的 所以他才会选在这个时候把事情给报得出来 我想他去找原主一定是谈这个事情 所以爸不愿意让我知道他和林龙谈那些什么 因为他根本不希望我知道这件事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去听听他自己的意思 不管我是不是爸的亲生女儿 爸已经把整个事业交给我了 这只是我遇到的一个难关 如果我没有处理好 那我更没有脸去见他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这件事情一定会在园里头慢慢传开 但是我不会去响应他 你对一般的员工可以选择不响应 但对主管还有重要的干部 你必须有个说法 尤其是那些跟着林龙起哄的人 他们会行风作浪 沈教授 那您觉得是不是应该把今天跟林龙见面的人 也给开除了呢 是可以这么做 但是不好 硬劳勇意杀鸡儆猴 这有什么不好的吗 你说他们是林龙的人 我宁愿说他们是于老的人 是宇柔的人 是于自乐园的人 不能因为林龙跟他们碰了面 就认定他们会受林龙的摆布 别忘了 他们是跟着你爸爸一起打天下 沈叔 你说得我同意 但是我们也不能什么都不做 我知道该怎么办 你想到的方法 我也想到 我不同意 浩维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林龙除了说你不是原主的亲生女儿之外 她同时也把矛头指向我了 所以你必须要同意我的建议 宇柔 请你先来下令免去我的职务吧 我不答应 我如果这样做 这样合林龙的意 而且他们还是可以说我们在做戏啊 宇柔 我倒觉得你应该这么做 而且必须做得很真 才能赌方的做的 我还是不答应 我不喜欢这样耍手段 这样的话我跟林龙有什么差别 如果你今天不这么做 明天事情一旦爆发出来 就算我们两个一块跳进黎江 也不会有人相信我们是清白的 我不需要别人相信 你这是在说气话 好了 那我现在回报告这句 写词证 林龙这么做 不过是为了陷害宇柔 事实上宇柔在法律上 依然拥有继承权 我还是觉得 你应该跟你爸爸好好谈一谈 不管怎么说 他始终是把你当成亲生的女儿 不过 郝威的事 先别告诉他 你不会大白天就找我喝酒吧 我想你需要喝点酒 你又在搞什么 来 恭喜你 恭喜什么 你做我大伯的女婿 不是做得很不开心吗 那还不是你让我这么做的 怎么了 你现在不用做了 什么意思 你说 让我跟宇柔离婚 不必离婚 因为宇柔 根本就不是我大伯的女儿 什么 我再说一遍 你一定要听清楚 林宇柔不是我大伯的女儿 所以 你也就不是我大伯的女婿 你怎么会知道 我爸爸说 大伯也承认了 你早就知道了 那你为什么还让我和宇柔结婚 因为那时候不方便说出来 真不好意思 让你和她结婚了 不过你也太没出息了 结了半天的婚 连一点好处都没拿到 这下可好 都是什么都捞不着了 但是你不为了 我我不是挤了 我不是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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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感染 我吃了 我 Azim 我吃了 我把你干的 3 6 6 6 9 10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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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1 你来了 爸 我有件事想要问您 玲珑把事情说出来了 是不是 他说的都是真的吗 你 你把我家对我的事 终于把你关上了 可是你爸爸 早就扔下你妈妈 早就安置 我看着你妈妈的地 你天天地挡起来 给他多拼 你踢了我的心跳 你还踢了我一枪 就是在你的脸颊上 就是脸颊 他说你决定 我这一辈子 都会把你当作 我跟你的女儿 我 我也要一辈子都做您的女儿 对不起 请等一下 对不起 请等一下 我们照顾欢迎你 你是来这儿卖酒的 还是做她的跟班呢 小方 没关系 让她过来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要不要陪陪你 你亮出了底盘 很得意吗 我是很得意 你现在心里 你现在心里 是不是在糖雪呢 原来八戒的灵雨游半天 才知道她根本不姓灵 你以为你手上这张牌 就可以通杀了吗 我告诉你 你最多只能对付我 是吗 那好 我们走走瞧好 你认为你所做的事 就可以让元祖 把所有的事业都交给你吗 他如果想看到 他的心血富足东流 就不必交给我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与其让灵雨游得到一天 不如我们两个都没有 至于你 更是白忙了女场 女场 那个残废 就留给你照顾了 祝你幸福 残废人是她 她自己却不知道 不过 我们搬出去吧 准备突然说这个事了 不好吗 你答应过我的 我知道 可是 能不能再等一阵子 为什么 因为 今天园里面发生了一件事 什么事 雨柔 这不是雨老的亲生女儿 那又怎么样 这事 会在园里面引起很大的风波 所以我想 我们就多住一阵子 帮帮雨柔 等她渡过这个难关 可我的难关怎么办 没有什么难关 你忘了吗 你再告诉我一次好不好 你答应过帮我来解身子 可是你睡着以后就不理我了 你根本就没有来帮我解身子 你又骗我 我没有骗你 来 我们再手牵手 再试一次好不好 这次我们握紧一点 我就一定可以进到你的猫里面 帮你把她身子解开 来 我要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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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柔 你喝醉了 我问你 你到底是那个 雨老头的女儿 还是她用人 我又算什么 你都知道了 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这个冒牌货 我起了一个冒牌货 我起了一个冒牌货 这会儿 快跟我回房间去 你别冒了 放开 我哪有四个睡在这儿呢 我应该睡在佣人房 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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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跟她睡 她不对 她给雨老头开车 她的地位比我高 那我应该睡在哪儿啊 我应该睡在外面的草地上 借不开 你也没有资格睡在这儿 来来来 你跟我出去睡 放开我 放开你 好 我放开你 这个冒牌货 我真后悔和你结婚 你知道吗 莫莉宁可现在躲着我 她都不愿意见我 你为什么 为什么当初喜欢我 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 啊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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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是决定要走 这是我的词称 麻烦沈教授帮我交给雨柔吧 我跟雨老谈过我们的想法 他觉得你这么做太沉不住气了 有些事是要当机立断 我留下来只会造成雨柔的困扰 所以还是请陈晨要来帮忙吧 好吧 还有 还有 这个录音带 是我录了以前和林农说过的话 我离开之后 或许雨柔她用的事 什么内容 都是什么好事 我说过的 我不是个好人 不过 从认识雨柔之后 让我想做个好人 我得不到茉莉 却每天看着她跟我最恨的人在一起 我一事无成 却没法阻止雨柔那么爱我 你以为这种日子很快乐吗 就像你说的 雨柔是很爱你的 你应该感到满足 雨柔以前 是我最好的朋友 现在却成了我太太 多可笑 你想想看 我每天看着我最好的朋友 爱着一个并不爱她 却想利用她的混蛋 玲瓏 我真应该谢谢你 是你让我生活在这 又荒谬又可笑的日子里 你可以不这样过下去啊 你可以和雨柔离婚 最起码 她也有机会嫁给一个爱她的男人 你说谁爱她 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 难道你没有看出 你最敬爱的陈昊威陈大哥 一直在爱着雨柔吗 可是雨柔不爱她啊 是吗 那雨柔为什么始终要陈昊威 待在这里呢 陈昊威不是说要跟李珊结婚吗 那你看到她什么时候举办过婚礼呢 照我看来 陈昊威可比你聪明得多了 你什么意思 她就是这样陪着雨柔 她不会像你对茉莉这样的 天天纠缠不清 她只在雨柔最需要她的时候出现 她就这样默默地等着 非常地有耐心 等着有一天 你和雨柔过不下去了 等着有一天 雨柔伤心地离开你 等着有一天 雨柔开心地投入到她的怀抱 雨柔开心地投入到她的怀抱 就因为这样她更要走 一旦这个录音带的内容曝光之后 她还是待不下去 我不会用这卷录音带的 我要去找她 我不要让她这样不清不白地离开雨姿乐园 你爸爸好像也不希望她走 我知道 所以 雨柔 现在只有请你爸爸出面 来温柔局面 沈叔 我不想这样 我不能什么事情都在让她出面 而且 我也不能够让她去面对所有的员工 说她不能生育 说我是我妈带进您家的脱油瓶 我知道你的难处 可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是非常状况 而且 既然你爸爸不希望浩威离开 他应该已经有了解决的办法 那也就是我刚说的办法 总而言之 我不能够让她老人家为了我 去面对那么难堪的处境 那你必须想清楚 浩威留下来 你面对的压力更大 万一你支持不住 你爸爸将来出来要面对的局面 会更复杂 我知道 但是我现在只能够走一步 算一步 沈叔 明天坐一会儿 我去找浩威 我们来一起上来一个方法 好吗 好吧 好 喂 刘姐 你帮我跟莫莉找房子 你别走开 我过来找你 你真的要走啊 要不然你以为我在干什么 要不要帮忙 麻烦你帮我拿额下去 被你帮我帮忙 bakın 董事长 你不会完蛋了 更欣赏你 然后爱上你对不对